好春節組團到圖爾旗去旅遊 有28名的團員 預定是在大年初九的晚間要回到台灣 沒想到圖爾旗的航空超賣了機位 一行人呢卻硬之後呢 苦等了三個小時才發現說 飛機早就飛走了 最後呢還得要繞遠路 從這個圖爾旗飛到杜拜 然後再轉香港回到台灣 足足折騰了28個小時 讓他們氣解的是 領隊不但推脫 說台北公司放假啦 沒有人來處理 就連當地的導遊 也是做事一副要打人的樣子 東歐之旅實在很不開心 托爾旗航空超賣機位 造成他們被滯留在安卡拉機場 和航空公司人員談判 居然還被威脅不准錄影 從9點多到機場到12點多 我們都像一團 像難民一樣啊 就在checking的櫃檯 就是大家都坐在那邊啊 28名台灣旅客在大廳苦等3個小時 大家要求這名穿紅色外套的領隊 聯絡台北公司 領隊卻還在推脫 太年要到的 但是共產沒有人是美金 公司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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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節期 春節期間 公司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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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远路 原定土耳其 飞香港回台湾的路线 变成了土耳其 飞杜白 再转飞香港 最后回到台湾 足足折腾了 28个小时 才到桃园机场 绝对不是我们旅行社 今天恶意安排 这个机位都是全数OK 机票都是全额付款的 原定大年初九回到台湾 却延护一天 耽误了上班上课的时间 这非得要旅行社 给个交代 中间新闻黄主华 刘慧卿桃园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